第一个当然就把它加上去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把它清除掉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 把它切割出来 这个把原来是这样 把它切割 它就切割出来 那再来怎么清除 清除的话呢 最简单的方法 你直接拿上面的这个回圈 把它 复制 把它复制下来 直接贴什么 贴过来 中间不需要有这个 中间这个拿掉 改成什么 改成丢一个空字串 到哪里呢 到它的驱栏 驱栏里面的I列 那特别是前面还是要加那个 一个去词 去词仪 就是第一个工作表 第一个工作表 那我这边的话 前面我是多一个判断 如果那个 驱二的储存格里面是空的 那就不要跑了 因为你就空了 你就不用再往下跑了 就多一个判断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就直接把它执行过 这边把它直接执行 底下之后就清空了 当然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用那个 Range 物件里面的那个 某个范围 可是你还是要抓到最下面一个 一个范围 给它 里面有个叫 clear contents 也是清除 OK 那个效率会比较好一些 因为这个 是直接可以拿上面来做修改 好 清除掉 OK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前面之所以会放一个那个 哪个shits 点 哪一个工作表 主要是我将来希望 在这边增加什么 增加那个在 开发人员里面插入 表单控制项里面加按钮 那加按钮之后的话呢 再把这个 刚刚的按钮 连接过来 不过呢 我们 再来就是会遇到几个问题 你们打开这个里面 原来这个地方应该空的吗 还是你们已经有了 没有 没有东西 那这个你 假设我原来是这样 那可是问题我要怎么统计 这个有几笔 几个 这个有几笔 那因为我已经 把这个都切割 切割过来 假设我这边已经全部切割完了 切割完之后的话呢 那也就是说这个范围里面 我要去算 函数进阶应用有几个 VPA VPA入门解说有几个 有几个哦 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要去算有几个的话 那你就必须 但你可能要想说 最好他不要写程式 因为需要写程式都是下下策 因为写程式对一般来说 还是觉得很头痛 真的实在不得已 才来写程式 所以VPA那个部分是 实在是不得已 因为说真的 刚刚那个这个地方 好像没有别的方法 所以不得已 那可是问题 如果说你要统计 几个的话 其实有简单方法 比数 有没有 那我教各位几个 第一个 请你把这个范围 游标先放在最上面 G1 Ctrl Shift向下 那接下来就是把这个范围定义给名称 公式里面有个叫定义名称的 那因为我已经有选到他的名称了 所以我从选举范围建立 顶端列 就是把顶端列当成他的名称 叫做 复选 题 分割好了 以下所有 以下的所有这个范围 我们都叫做 复选 题 分割 所以以后呢 就不用选了 直接用这个名称代替底下的范围 OK 按确定 那因为我已经有了 我把它取代掉 好 你在那个 名称管理员里面 就可以看到这个名称了 叫复选 题分割 他就对应到这个范围 这个 对应到 这个范围 OK 好 确定好之后的话 再来 第2个 切到序值1 那怎么计算比数最简单 不用写程式 但你要写程式也可以 插入函数 其实在那个 我们 第1阶段的课程里面有提到 有一个叫统计 统计最常用到叫count 算比数 以后反正 你要算比数 就用count count是算 数字 有几个 counta是 非 那个空白的 这里的话有个叫countif countif按确定之后的话 直接range 按f3 把刚刚给的那个 互选题分割 给他 criteria是 帮我算 这个范围里面 如果是 什么呢 这个东西 帮我算算看 他告诉你16个 算完了 按确定 往下填满 全部算完了 这样应该比较快吧 而且 这个不用写程式 你不要一直钻牛角尖 像之前有些同学就 可能中毒太深的 想到什么都要写字 不用 真的 最重要是赶快把事情做出来 除非真的想不出了什么函数 你再用那个 VBA字 一些 好 那应该了解这个意思吧 这个地方 其实你这个名称 其实 你不定义名称也可以 但是我强烈建议你用 定义名称 为什么 因为 非常的清楚 比较像有些人 就是直接 用选的 切到前面来 然后再把这个 从头选到尾 每次都 一直过头 然后又拉回来拉回去 拉回来拉回去 对 太累了 而且你会发现 这个名称到时候你要锁定 锁左边锁右边干嘛的 真的 OK 真的 我觉得比较OK的是 定义名称 因为定义名称跟 资料库的那种概念比较像 资料表 一个table 反正我就对应过去就好了 以后我看到这个 按F3 我就可以知道那个名称 是我看得懂的 可是这个范围我不见得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 所以你把这个东西拿给别人说 我每次看到那个 就是像这样的东西 我就觉得很头痛 我就会先 帮他把 里面的资料全部都重新定义 全部在 因为这样我就很清楚了 一看就 这个原来是 前面哪一栏 一目了然 OK 所以这样的话呢 很快就可以做出来了 做出来这个表格之后 你把它选起来 再利用什么 插入 直条图 这边有个直条图 这个 然后呢 你就给他来源这个 然后就设定好之后 你的 图表就出来了 那如果这个图表 它是关联到 这一个资料 所以你把它删除掉的话 它里面就空了 如果你要再重新再变一次的话 你就把按钮按下去 它如果这边有 资料update的话 它就自动怎么样 自动就帮你update过来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想各位试一下好了 这个 这个 主要是这些 那里面把它 更新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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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话 我想做完应该就可以了 这里应该有什么地方 刚刚改到了 OK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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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除是清除错了 哦 这个地方我想你们再试一下 就conif 直接利用刚刚统计那个 conif 然后把它做一下 这个地方我想各位试一下 基本上的逻辑大概是这样 来 外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理论上 这一题我想最难的点应该是在那个 就是刚刚那个 就是切割资料 切割在同一栏 那其他我想应该就比较简单了 比数部分的话这不能删了 应该是清除 应该是清除前面才对 好所以我那个比数 conif这个要自己做出来 那你将来就直接 再做两 一个图表 再两个按钮 就可以做出像我刚刚的这个效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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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